这颜色好像是有点乍影啊 但今天我就先不改了 你们也别往我家寄刀片了 主要是我怕改不好 你们下次往我家寄炸弹 这样吧 颜色你们定 下期我来改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行 咱今天先把正事干了 昨天二狗子给我来信了 说他发现了一样坦克 但是没有办法挖出来 让我去帮帮他 我俩是发小 这忙得帮 你说是吧 出发之前 我决定先把前天的贷款还了 不还我怕我一会儿花光了 现在还剩五万块 挖个坦克应该是够了 这儿应该就是二狗子说的地方了吧 不过我的山地摩托呢 哦在这儿呢 拿上我的平板 看一下地图 我们要去的地方在这后面 我得先掉个头 旁边这两片地 应该是刚浇过水的吧 看上去有点潮湿 不过我这是全地形山地摩托 跑这种地面应该不是啥问题 你看 刚才要不是我车好 估计就翻地上 这车不错吧 跑几万块呢 针对于这种潮湿地面 我这车也是可以应对的 绝对不会陷进去 拔不出来 咋不走了呢 我去 你咋还不惊夸呢 真能给我丢面 行吧 重来一次 这二狗子也是 净给我出难题 把我车倒过来踢 行吧 这次我不掉头了 直接倒过去 车就停这吧 把我的金属探测车推上 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东西咋用了 今天就不介绍了 直接开始找坦克吧 哎 这里好像有东西 拿上我的铲子铲一下 我去 怎么是一把冲锋枪 行吧 先给它装包里 拿回去卖点钱 接着找吧 我琢磨着应该就在附近了 哎 又响了 挖一下 看见了 这个位置应该是炮台顶部的位置 行 直接叫拖车吧 我也懒得自己挖 这多费劲啊 拿上我的iPhone 给他们打个电话 还是一如既往的快啊 去看我的坦克吧 今天这小家伙 还有点特别 就是看上去咋这么黑呢 看看它啥型号 M26重型坦克 这个好呀 全球限量2000台 专门用于对抗虎式坦克 好吧 直接给你弄回家 坦克已经到家了 打开我的数据面板 看看它值多少钱 4167 这玩意儿可以啊 出土价格 比我之前的虎式坦克还要贵 先购买一下缺失的零件 这以后挖出来的坦克 修好了 我也不打算卖了 因为我昨天发现了一个更挣钱的买卖 就是开博物馆 你看啊 我们现在有三台坦克 门票价是99 每10分钟就能收入297 还能提高12点声望 我要是放个10台8台的 这得多挣钱 先不说了 拿上我的抛光枪 今天可能来个全坦克抛光吧 好了 这台M26重型坦克就翻新好了 颜色眼紧稳定 明天统一整出来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现在点赞关注转发的小伙伴们 就送坦克模拟器下载链接